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скую欢迎 我去了,東方有一位老人,他帶你老虎大眾,大土豪,昏田地,趕走了外國強盜,又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城,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,讓中國人民活得了解放,拼持了腰桿。 當家做了主人,讓中國人贏得了尊嚴,但是,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誰呢? 他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,12月26日,是毛澤東主席的生日,我們支持中國人, 我們要和中國人的我一人結,中國人要和人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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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。 好,這個大媽念的這個段子,可以說是今年來中老年朋友圈裡流行的東西了,裡面的硬商破綻不止一處,比如有一個老頭叫耶穌,還有什麼霸國聯軍火哨圓明圓。 啊,這種事呢,你說他是廣場母大象,當廣場母大媽退了休,沒事幹,跑出來喊口號吧,不完全是。 這事呢,你看,他又打著旗,又統一著裝,是吧?實際上,他是居委會大媽統一搞的活動。 居委會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呢?是受中國共產黨和上級政府領導的基層群眾組織,不完全是這種老太太閒著跑出來。 這種事呢,是一種地方政府支持下的活動。 事實上呢,在今年12月份以來,從廊坊南洋到昆明成都,各地紛紛出台不同等級的措施,公開反對禁止聖誕節。 這幾個地區禁止過聖誕的措施啊,從出台到執行各個階段各個方面,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。 就是說呢,負責實施的,實施具體措施的這些部門啊,他比較散。 不是通過上級政府到地方主管部門,再到基層執法部門,這種政治運動式的,這種聯動式的流程來操辦的。 而是在一種大的大政方針政策的方向上,由不同的政府機關,起事業單位,街道辦事處,還有居委會, 零敲碎打搞起來的。 就比如說,有,有什麼這個創建文明城市啊,要搞這麼一個活動。 這個這個,那聖誕節了啊,我就出動城管執法啊,沿路拆毀這個有關聖誕的裝飾啊。 再就是教育系統出台文件,命令下轄的學校單位啊,控制學生,不讓參加聖誕慶祝。 這個聖誕節啊,它是12月份的節日,對於各級有關部門來說,這個時間點其實挺重要的。 就年底了嘛,意味著有很多重點的工作指標啊,需要加大力度去完成了。 就比如說什麼,創建文明城市啊,基層要多搞幾次活動啊,啊,作為成績報上去。 那正好有聖誕節這麼一個由頭,而且大政方針政策上,這個宗教事務局官員啊,這個各種情景下都透露出來,宗教自由不代表宗教活動自由啊,他開了這麼一個口子,就說,啊,涉及到基督教這個方面的啊,大政方針上的態度就是一種打壓的態度。 啊,你地方上呢,如果要創文明城市也好,哎,其他什麼,哎,指標,你要刷績效也罷,哎,隨便你刷,這就是安全的。 當然了,如果是其他方面哈,哎,上面沒開口子,處理起來就麻煩很多,像地方執行部門啊,就變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了,就稀釋寧人,就覺得最好別惹事,鬧出事情來啊,就負不起責任。 最有對比性的,就比如說伊斯蘭教的問題,他這就不一樣了,這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先往甚的說呢,這裡面啊,涉及到當下政策管控的兩種模式,這種查封聖誕呢,是其中一種,也就是說,哎,中央畫一個大方向啊,然後你們隨便刷刷技巧,刷指標,啊,不具體管你。 啊,也就是劃定一個圈,你只要不越界啊,在這個圈之內啊,隨便來,不在大方向上出亂子就行。 然後呢,像說這個街道辦事處啊,啊,他講究個什麼政績啊,讓這個聚委會上街抵制一下聖誕節啊,在小區裡舉個牌子啊,學習一下這個習總書記重要講話啊,就是這種程度的。 這這種事情很多,可是你說要是進一步的,他他真跟那大媽說的似的,哎,12月26號,他跑去紀念毛主席來了,那他就要叫停了。 啊,像這圖裡邊這個事,那那這些大學學生跑去炒,跑去這個韶山朝盛去,結果這這這幾天這就出事了。 啊,所以說呢,這個這個,這方面就是他越出了這個政府畫的那個圈子了,哎,你這這就不許你隨便亂搞了,那你刷個,呃,全國一流文明城市這種績效,然後呢,你觸動個呃,城管,打砸一下這些商家的聖誕節裝飾,凑一下指標啊,這這種事情就沒事,像交警大隊呢。 出去查一查酒駕啊,到年底呢,啊,就攔路啊,吹酒精檢肺儀,公安呢,那就掃房打飛,哎,這些事就這這都很常見,總而言之呢,地方上幹出這些事情來啊,哎,就是為了湊個年度考核指標,哎,不找聖誕節的茬,他也要找好龍王爺的茬。 另一種,跟這些這些東西,性質不同的管控是什麼呢?那就是說,哎,中央上給的不是一個什麼,畫個圈,畫個大方向了,而是下發了有針對性的文件,指標和任務,這種性質可就不一樣了。 即使是執行部門呢,以往覺得那種多一事,不如少一事的棘手的領域,給你探派了這種文件的指標,哎,基層有關部門,那是硬著頭皮也得上,就比如說,現在西北啊,那種政治運動式的學習班,哎,以往地方上不敢碰這些東西, 那現在你是不幹也得幹,這是執法起來,出了亂子啊,什麼的,那上面給的死任務,一層一層壓下來,你就是死,也得上,哎,現在就有這種情況,哎,有些地方呢,啊,那是硬著頭皮也要上,那有些地方動歪腦筋,就跟笑話講似的,給個任務讓你抓頭熊,然後有些基層執法部門就給逮個兔子,逼著兔子承認,我是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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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熊,啊,總之,這種政策啊,作為一種死任務啊,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,這個指標硬,啊,然後,還有就是他突發性強,這就是所謂的時間緊任務重,哎,所以就就,就像之前啊,說的有些,有些轟動世界的,有些事啊,是這種事情,比如說,抓捕律師的行動, 還有拆教堂的行動,甚至於像,說,抵制樂天這種,看上去群眾自發的運動啊,也是這種性質的事,現在呢,正在進行的,還有就是抓捕教會的這種行動啊,這種地下教會遭到取締啊,也是給了這種指標了, 那,那,那,可不是剛才說那種,呃,城管出去,呃,拆個聖誕裝飾,這麼簡單,稍待手做的事情了,這是死任務硬指標,就說,這,這類呢,這類任務啊,這類政策啊,它的決策者靠近核心, 而且前期啊,有政策預表,執行起來呢,是多部門配合,就別的不說,只要涉及到這類的政治任務啊,那,地方上的公安要想查個誰的聊天記錄啊,上面就得,專門開個介紹信,給你優先辦理啊,用不了一天,啊,人就查出來給你發專案組了, 不用跟你說其他一般案件似的,哎,還得派個小民警在深圳排隊等個半個月,才,才掉出聊天記錄啊,這,這種,他,他給開綠燈,不用的,總的說呢,這是一種相對複雜的政治運動,啊,就是說這種事情,是整個國家專政機器的齒輪,他要聯合,聯動,轉起來,才可以,就是有多部門配合,協調,啊,所以說剛才說那個,呃,拆教堂打擊地下教會啊, 都屬於這種性質啊,上面呢,就是上級部門吧,給出一批重點監控人員,然後各地有關部門呢,是加班加點,也要管控嚴查,然後相互配合,拆教堂,他,他就是,各地方承建規劃,拆遷主管部門的事兒,然後有關網絡平台下架聖經呢,是網監部門,啊,各種這種,涉及到網絡的這個有關部門, 然後行動,然後去監控地下教會,或具體實施抓捕啊,那就要觸動國安公安,然後還有宗教局,啊,也得配合這個三字愛國教會,啊,配合宣傳造勢,然後張貼公告舉辦活動,這整個一系列的東西都是統一部署,啊,這是一種大的政治行動, 那這種政治運動呢,如果是政府遇到的執行阻力小,哎,那一般就是一邊倒嘛,比如抓律師前一陣子啊,那無傳階級的,這專政鐵拳,那一拳砸下來,那這些人就,就束手就擒了,但是也有遇到阻力大的,啊,像現在西北, 遇到的一些這種類似的事情,遇到阻力大的呢,有關基層部門呢,他執行起來也就得過且過了,哪怕製造點冤架錯案,抓點小魚小蝦,打個兔子,湊數,也就只能這樣了,啊,現在呢,我們看來的消息啊,這個地下教會這方面, 他這些弟兄姐妹啊,被抓起來以後啊,倒是好一個勁的給警察步道,啊,他不反抗,也不認罪,這種情況呢,說實話,呃,不是很,不是很,很有,這個,這個,是比較糟糕的,也就是說,目前的國際,國內的大形勢來說啊,像大大小小的,類似的政治任務啊,他只會越來越多,肯定不會減少,不同群體呢,很快呢,也就能看出, 看出來有不同的待遇了,地下教會這種情況呢,呃,說不太好吧,也不算是情況最糟糕的,啊,因為無論如何呢,當今中國境內的地下教會組織啊,普遍源頭都屬於80年代以來,外來傳教士回傳的結果,有一些呢,是與原來留下來的救信徒接上線,更多的是從頭來過傳福音,這種情況下,教會實際上,總部都在境外,啊, 美國,韓國,台灣,再差一點,在香港,一般來說啊,還會以韓子企業,台子企業,為外殼,發展這個教會資源,啊,這就說,他一方面呢,組織都是外來的啊,資金鏈,人員,源源不斷的進入,不管怎麼打擊呢,教會的根都在境外,他挖不掉, 如果呢,出現現在這種重點打擊的情況,海外呢,也會有人幫忙發聲,不至於啊,就在黑暗裡就被掐了,就被掐灭了,那比較悲催的呢,相對而言啊,有些他,他沒有教會資源,沒有政治組織,一般老百姓啊, 就我們稱之為原子化,個人的那種散沙化的居民,整個人呢,無依無靠,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呢,毫無還手之力,這種情況下,有的人啊,他直接自殺了,有的人呢,就跳出來報復社會了,就比如說前幾天啊, 龍岩那種,那個強拆的受害者,跑街上,劫持了一輛公共汽車,然後橫衝直撞,這事可以說,以後也是會有很多的,像說劫持公交車撞人也好,跑到幼兒園,砍小孩也罷了,這種事情啊,就反映出,當今中國境內啊,普遍存在這麼一群人,出了事情以後啊,發泄對象就是,手無腹肌之力的普通人,甚至小孩, 真正迫害他的元凶呢,他自己也沒有勇氣去硬碰硬,然後他就只能向更加薄弱的環節,發泄自己的仇恨了,這種現象怎麼來的呢,那也就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啊,日积月累下的重要問題,我們說的,改革開放本質上,它是前30年的延續,一點也不假,這就是列寧主義國家機器啊,進一步加速社會解體,這個話題啊,接下來可以出一期專題節目來細談,簡單的說呢, 就改革開放這個事情啊,是鄧小平啊,這一批專業的列寧組織活動家,以極其正宗的無產階級專政政策,有計劃有目的的啊,把全政權境內,各個地方的基層有機社會,徹底打散,啊,並把打散後出現的散殺人口啊,轉化為廉價勞動力啊, 然後讓這些廉價勞動力呢,不斷的啊,生產出一些廉價的價值,輸送給西方,以此獲得自身續命的資本的,就這麼一個過程,龍岩的這種事情呢,很明顯啊,就是那龍岩周邊的閩南地區,啊,過去的很多年里啊,很多地方還有暴力強拆啊,就是暴力抗拆, 他,他,他,他還有各種遊行,這種活動其實很多的,他為什麼,哎,這次這個人,他,他和他的村子,只能眼睜睜看著,拆圈隊把他拆了,然後毫無還手之力,只能把這個惡意發泄到手無寸鐵的路人身上呢,難道是因為啊,那些還有能力暴力抗拆的人,他們不像是,剛才說的這個,這幾天這位,哎,那些有能力暴力抗拆的人啊, 他不是一個個體在應對拆圈隊,是有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群體在那的,就比如說閩南這些地方呢,原來他就有宗族組織嘛,啊,有一些呢,是中國政府所謂的啊,有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地頭蛇,他甚至涉及一些黃祖族走私啊,等等這些領域的事情,但這些人呢,他面對專政機器的時候,他有能力組織起來抵抗, 那很多時候呢,就就成了剛才前面說的那種地方政府執法,哎,執行起來之後發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哎,就就會,這些人他就變成了綏靖的對象啊,像比如福建福建的這種地頭蛇啊,不光啊,說說說是在很久之前,人民公社時代,文革時期,他都沒有能被連根拔起啊, 你想想那個時候,他都沒能被連根拔起,有一些在文革的時候,還能打著紅衛兵造反派的旗號,衝擊黨政機關,在文革末期呢,他還能從事這個走私活動,哎,滲透這個供銷社系統,甚至呢,能夠私自佔,佔據這個生產隊的土地等等,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啊, 許許多多的這樣的團體啊,哎,他他就陸續消失了,那一方面呢,這是說改革開放以來,中央政府呢,是一直在下發,哎,之前說的那第二種,哎,硬指標式的,哎,政治運動,啊,今天這種打黑除恶,專項鬥爭啊,就是這種措施,這種運動呢,一次又一次打擊這些地方勢力,還有啊,就是威力更大的,一種改革開放以來, 尤其具有更大殺傷力的,這種軟性措施,也就是,你看,深圳特區的規劃,就是這一層性質的東西,嗯,正常的社會發展條件下,沒有任何一個城市資源,能夠比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圳特區更加集中,深圳集中的這個這個全國的社會資源,就是社會主義體制之下,這種集中力量半大式的經典體驗, 體現,是一種,依靠計劃經濟手段,而非社會市場自發秩序,哎,形成的這麼一種結果,這種情況下呢,進城務工的誘惑力,就比須多的地方基層群眾,就就就就,比比起他們,呃,留在原地,他去深圳闖蕩,就變成了更加優先的選擇, 尤其是對於那些強壯有力,有勇氣,有冒險精神,有闖救的人來說,去深圳這種前所未有的冒險者天堂闖蕩一番,比待在鄉土,啊,誘惑力是大的多的多,呃,比較悲催的也正是說,這種有冒險精神的人啊,在泄斗或者抗拆的戰鬥中,他往往也是保衛 同鄉,那那種最能打,最能衝在前面的人,很多時候呢,這些人如果留在本土啊,他不去闖深圳,面對這個打黑除惡,专項鬥爭,或者是拆遷队,啊,村里基層群眾呢,他就能打贏,啊,但是這些人出去打工了,剩下的人的戰鬥力和組織能力,他就弱了很多,很多在前30年前啊,沒有被摧毀的這種地方基層社會啊,反而是在改革開放年代,被這種 進城物工潮,慢慢腐蚀瓦解了,在這些留在本土的人當中啊,確實也是存在很多一批鄉土情節,根深蒂固,根深蒂固,非常熱愛自己村子和左邻右舍的人,他們呢,對自己的同鄉是心存善念,不願離開養育自己的故鄉,但是,更糟糕的是,這留下的不止這些人,还有一些純粹是因為懦弱和貪圖舒适的人,啊,甚至 还有一些留守兒童,這就涉及到更深層次的人的心理結構的失衡的問題了,如果一個人從小的生存環境啊,就普遍是陌生人,然後普遍呢,是沒有那種值得他信任的群體,那麼除了他自身之外啊,其餘人就都看上去像個敵人了,即使破壞他的是專政政權,在他的眼中啊,反而像是全世界都在破壞他, 那麼對某些人來說,可能就是,那他覺得全世界都在破壞他嗎,那他就要挑全世界裡面,他最能打擊報復的人,挑最弱小的人,實施報復,這就造就了許多極端殘忍,窮凶極惡的歹徒和暴民,像這樣的問題啊,今後呢,這可能越來越多, 社會治安維穩經費呢,一方面就被用在了應對上述各種暴力事件之上,而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了,但從根源上講呢,列寧主義專政國家機器,對社會基層的瓦解,同時又是製造這些流寇,製造這些暴徒的元凶,這就是當代,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死胡同,是一個誤解的事情,好, 今天呢,我們就先聊到這,感謝收看這一期的住下視角,我們下期節目再見